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休斯頓論壇 我是長中正 今天在我們現場也非常熱鬧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我們德州 Eldorado的鎮長 黃登陸 鄧陸兄 歡迎再來節目 主持人觀眾大家好 那當然我們UH的李堅強教授 我們馬劍 今天我們來了一位新的年輕朋友 周劍佑是我們這邊FARPA的國會倡議成員 FARPA就是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的 主持人 大家好 劍佑非常年輕 不過已經擔任過我們休斯頓本地的 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前任的會長 青年才俊 我們今天來談一談 剛剛開過的聯合國大會 這個實際上每年的一次的這種 大拜拜 那當然今年很大的一個焦點 川普上台致辭 那說他是這個美國有史以來 最有成就總統台下是一片的這個 一片的嘲笑 一片的嘲笑 他自己也笑了 他自己也笑 不過呢 190多個國家聯合國大聚會 那當然這個是目前為止這個 國際間世界上最有這個權力的一個 一個國際的組織 那麼有一群人啊 在外面不斷的聲勢力竭 那就是台灣 台灣不斷的聲勢力竭 要求能夠以台灣名義加入這個聯合國 當然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這已經不是一個新名詞了 實際上 早在1971年這個中華民國要退出聯合國之前 我相信已經有人將這個idea 就是說已經提給老蔣總統 說是不是我們不要再堅持 漢賊不兩立 或者是說是能夠有兩個中國的代表 雙重代表權 甚至於用台灣的名義 是不是都可以行 那很明顯的當時當然 雖然可能現在的很多的這些 機密的文件揭秘以後 確實老蔣總統有一些鬆動 不過最終的結果 我們還是看到了 這個中華民國在1971年 退出了聯合國 我想鄧祖兄 你對這一段歷史其實還相當熟悉 你講一講 這個這一段悲痛悲慘的歷史 講起來這一段 對我當然是印象最深刻 是我們teenager的時候 那時候正在考大學 1969年吧 1969年準備考大學 鄧祖兄比較年長 那時候我還在 跟其他機會上去講 是 1969年考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問我們一個非常 非常出色的歷史老師 這個歷史老師 我對他到今天還是非常尊重 他叫做朱桂 你假如跟我差不多年紀 你們一定記得 他寫過兩篇小的冊子 在台灣叫做最暢銷的書 是 一個叫做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還有一個是南海選書 其實這兩個都是我們高中的歷史老師 是禁書嗎那時候 不是禁書 幾乎每個人都會看的 是一個很通俗的小說 第一個講說 越南怎麼淪陷的事情 這個就是越南難民的故事 那個是南海選書 它叫做南海選書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所謂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 其實反映到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關於聯合國席位的問題 其實69年 美國的基辛吉就已經去到中國大陸 開始在眉來眼去了 那是69年的事情 71年 71年 71年是正式去嘛 然後尼克森71年就去了 72年 72年去 差不多這個時候 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過程不是一天 冒出來的 退出聯合國也好 不管要什麼 你要怎麼去稱呼 其實這個都是有兩三年之間的發展 最現實的就是說 美國的立場不太穩定 他原來堅持著 他堅持著說要三分之二 才能夠把中國的席位 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把它變成重要議案 結果美國沒有堅持 這個是事實 而且那個轉變 台灣是不知情的 就像同時當時把琉球交給日本 按照已經解密的這個老蔣的日記 蔣東東是非常痛心的 因為這件事情是美國是當面 書面承諾過蔣介石 琉球將來是屬於中華民國 或者屬於台灣 就是現代的台灣 不過蔣總結不能占大家太多時間 就是說當時一個小市民的犧牲 為什麼有這麼多當時的市民 當時的這個台灣的居民都接受的 就是說假如我們用的名義是以台灣人民 留在聯合國 這是每個人都要統一的事情 我相信在台灣的居民 不管他的背景是從大陸來台灣 來台灣出身 大家都覺得能夠留在聯合國很好 我相信當時的政府也在努力做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戒嚴時期 我們有 人民哪有說話的權利 是的 戒嚴時期 其實老百姓還是有一些權利 How do we know that? OK 我是只說普通人的感受 我只是這樣子講 就一個小市民心聲嘛 他書名是這個 你們回去找大概還找得到這本書 都不一定 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其實是50年過去了 對不對 很快 50年過去了 假如說現在大家所推動的是台灣人民參與聯合國 沒有人有意見 我相信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是舉雙手雙腳贊成的 假如說你一定要說我非得要用台灣名義 有人覺得怪怪的 那中國大陸一定不接受 我不客氣講 用台灣人民的話 中國大陸不接受 台灣人民的話 這個東西參與變成一個聯合國的會員 我相信那有很大的層次上的差異 聯合國是已經成立的組織了 你現在真正要在很快的變成一個會員 只有一個可能性 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定要有人死 韓國 北韓 南韓 這麼長一段時間都是觀察員 很多人死啊 韓國多少人死啊 這是會被握 OK 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 新加坡一個很小的國家 變成一個獨立國家 在聯合國當作一個會員國 那也就是因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多少新加坡當地的人要死掉了 不客氣點講 The winner重新瓜分這些 講不客氣點 台灣的人民今天 願不願意死掉一半的人加入聯合國 恐怕這是一個大問題 對 戰爭來決定台灣進聯合國 這估計有點話有點大了 應該是獨立 一個國家如果說一個 像新加坡獨立 1965年獨立 他就可以加入聯合國 以前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 就是說不見得一定要是世界大戰 但是你必須有個民分能夠加入聯合國 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實際上 從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 其實歷任不管是歷任的總統等等 都用盡各種方法希望能夠加入中華 聯合國 那你說重返也好 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因為中華民國是這個 聯合國憲章裡頭的創始會員 對不對 那後來有這個 以台灣名義 那當然李登輝 李登輝的兩國論 事實上我在出美 我來美國之前 我在立法院裡頭 當時也有這個立法委員提案 說是不是能夠用這種所謂的分裂國家的平行代表權來加入 那當然到後來有陳水扁的這個陸聯公投 到馬英九的時候雖然是外交修兵 可是呢 他造成了實質的參加了這個 所謂的聯合國的這個附屬的一些組織 WHO 那到了這個 蔡英文到目前為止 依舊是維持現狀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這個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這個整個風潮 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那甚至於台灣馬上 現在十月份 十月二十號 喜樂島聯盟要舉辦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我知道這個建佑啊 其實在這一方面 這個涉入很多 你想想看 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 我就像剛才登陸兄所講的 必須 聯合國必須是要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麼台灣 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 這到底只是一個夢想 還是它是可以一個實現的一個理想 回歸來的時候 好 第一個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到大英博物館的話 我們在 他在講中國史的 現代史的部分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年份 是用1912到1949 然後從1949之後 他是用PRC 這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回歸到 大家比較講到那個 2758決議文的事情 是說 聯合國的決議是 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拿去 而中華民國在這之前的政府 就已經 他說他主動以 漢賊不兩立的理由 說他要退出 就提到 剛才有提到說 原本其實有一些 大家講到說 原本大家有提到 給那時候的 蔣中正總統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兩個中國 或一中一台 其實這都有 我相信絕對是在當時的 都有討論的那個過程當中 好 再來呢 所以我們既然 中國的唯一代表權 回歸到剛才我講的 大英博物館 講到中華民國是用 1912到1949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繼續用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英文上叫做Republic China 以所有英文的 speaker的角度為出發點 它就是所謂的 中國共和國 華這個字只是對於一個 我們用講華語的人來說的是 一種的解釋方式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衝突 而且再加上 我們在憲法上的宣稱 其實是一直在 憲法上其實是在對抗 所謂的那個 中國的代表權這個問題 當然我認為在 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已經沒有在實質上 去爭取說我們叫做 中國的代表權 我們談的是 在台捧金馬 2300萬人民 是不是應該在國際社會中 一個被認可的一個過程 對 所以在我認為 台灣絕對符合所有 現代國際法國家的 所有的要件 但不被世界所 或是不被UN所認同 不代表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那回歸到說 這樣要不要建國獨立 這其實是很多 只是一個路線上的 爭取的部分 那回歸到說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所以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一定是要是一個 主權獨立國的 你要是一個主權獨立國 你才可以進入到聯合國 所以在美國 UN for Taiwan這個活動 大家如果有看 其實是一群台美人 第二代為主的一些年輕人 長期像他們才剛從 就是在UN for Taiwan的活動 就在聯合國的會議之前 就是一直 就每一年每一年的上街頭 去告訴美國人說 有一個國家 台灣人 希望用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 這個的目的就是要宣傳 跟所有的世界的人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所以建佑基本上 就是說 在你們的認知裡頭 中華民國是亡國的 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說已經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是不是就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不是應該這樣講 那其實 其實就是說 如果今天 中華民國確實在1970年 退出聯合國 但是不代表中華民國不見 當然了 當然了 這個大英博物館裡面所的 這個記載那個 只是很單純便面的這個英文 英國是第一個承認這個 中共的第一個強權 那實際上來說就會遇到說 比如說你剛才講的 繼續再用中華民國這樣的名義 爭取進到聯合國 就會衝突到世界上認為的一中原則 一個中國的原則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國 事實上Republic China 是因為我們有中華民國 而翻譯出來的名字 當然 所以說Republic China 其實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是不應該有其他任何的 不一樣的解釋 它就是一個國名 那好 那我想請Peter講一下 這就是說其實在台灣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還是以中華民國名義 重返聯合國 一直是很大的一個爭論的焦點 甚至於在2008年的時候 陳水扁發起了所謂 以台灣名義入聯的公投 那當時的藍營也提出了 這個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 那不管你用哪個名義 這兩個名義來說 你認為這個可行嗎 就是說能夠實現嗎 你現在的聯合國 我想聽你講 因為你擔任學院 你擔任學院 你擔任學院 你是國際化法的教授 我們別人講話都是有個人的 你講的是 這是真實 不過 對 其實兩個名義都有很大的難度 因為你比如說 你說我用台灣的名義加入 因為中共的政策是 反對兩個中國 同時也反對一中一台 而反對一中一台呢 還不光是中共的政策 老講實在就是反對 1954年的那個中美那個條約 對吧 當時簽的 跟蔣介石簽的 對吧 當時那個 為什麼要簽這個條約 很明顯有一點 就是我們不能同意 台灣跟大陸 因為海峽變成一中一台這樣的狀況 而美國卻有這樣的想法 另外在1971年聯合國代表席問題 代表席由大陸取代台灣的時候 當時的確是有這樣 因為美國也想讓台灣 繼續待在聯合國裡面 其實當時有個設想什麼呢 就退一步讓台灣在那個 在那個聯合國大會 擁有這個席位 安理會讓中國大陸 那個去擁有那個位置 實際上當時 當時的黑野 就是不是說台灣的名義 還是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國 那這樣 當然後來的投票結果是 台灣必須退出 所以這個就不成問題了 就沒有說兩個代表席問題 其實蔣介石也是 同意的當時 中國最後有 大陸不同意 我想他也他不同意 也沒有其他路可走 對 因為美國放棄了 但是實際上在那種情況之下 其實當時的國際情勢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說 因為聯合國的會員國 已經越來越多了 已經不是完全有幾個國家能夠掌控 而那個時候 對於中國大陸的支持的國家 要越來越多了 但是有個事情 剛才那個皮特兄他搶到的 就是台灣當時 老百姓有很多情緒 對吧 而且非常受到非常大打擊 為什麼非常打擊 因為1971年是個分水嶺 因為以前的中外關係啊 外國那個承認 中國政府是在台灣的中國政府 要遠遠多於承認 在中國大陸的中國政府 所以這個是一個分解線 從這以後 那個台灣的外交關係 就開始出現那個 大華博士的那個解體了 一大批的國家就開始承認大陸了 所以這個是 對台灣的心理上 是很大的打擊 是 但是如果從剛才 建佑的這個論述當中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你認為說 即使今天 中華民國能重返聯合國 是有可能的 你都不會支持 其實我覺得這現實上 要去考慮說 如果說國際社會 願意接受兩個中國的話 那你又為什麼 不用屬於台灣自己的名字 這是一個最簡單邏輯上的原因 邏輯上我們要去探討 所以你堅持一定要用台灣名義 我們現在是說 是說現在 之所以我們不能用中華民國 回到聯合國 是因為中華民國 還是有在名稱上 爭取一個 跟中國有競爭性的那個名稱上 確實是很現實 就是PRC跟ROC 它的名字就查一個People 這是非常 這是現實就是擺在那裡 世界上認可唯一一個中國 就是PRC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回到原點 就是說剛才我們說的 基本上聯合國的會員國 是主權獨立國家 那你今天以台灣名義 來加入聯合國 台灣還沒有建國啊 那是不是在步驟上 應該先建國呢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好像你一個 剛出生的 還沒出生的小孩子 你就要去報戶口 或者是還沒有出生的小孩 你就要去銀行開戶 不可能有人讓你開戶嘛 那這樣是不是 等於說是在瞎忙啊 那是不是應該回歸到說 那既然好 如果我今天真的要用台灣 這個名義進入聯合國 那我是不是下定決心 我今天就在台灣凝聚共識 我來建立一個台灣共和國 我一起來喘惡 OK你要講說 建立台灣共和國 是某一派所謂台獨派的 其中一個論述的觀點而已 但是也有很多一派是認定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是說 好 台灣已經是一個 符合國際法上國家的概念 只是說我們現在 對 但是我們對於現在這個名字 造成世界的混淆 我們不需要用這樣子的名 混淆的名稱 而用這樣大中國式的憲法 框在2300萬的人民身上 所以我們認為說 用台灣的名字 用屬於我們自己 不會跟人家混淆的名字 去說出我們的聲音說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這跟我們內部上 要不要更改國民 或要不要用一個建國的 自現 重新自現的模式 我覺得是並沒有所謂的衝突 假如以台灣一個國民來參加聯合國 我們覺得主力 現實的主力 甚至要超過於 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要參加 這怎麼得出來的 然後另外 你們假如說 強調的是台灣人民的福祉 我們應該參與聯合國 那應該是台灣人民 而不是叫做台灣共和國 因為台灣共和國 從來沒有被承認過 事實上 世界上也沒有被承認過 你去查任何的博物館也好 在台灣也沒有承認過 台灣自己都沒有承認過 在台灣自己都沒有 現在剛剛談的是說 我們就是在一個 凝聚共識的過程 如果你不想要用台灣的名義 你想要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做 那是作為你台灣人民的主權 或是你的 所謂我們叫做民主自由 那是你自己的言論自由權 你可以去提倡你的論述說 你要告訴大家說 我覺得我們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那是不是台灣內部 大家先喬好了 大家在一起來 我現在重點就是說 你顯然以台灣名義參與 回到參加聯合國 這個東西在台灣沒有辦法超過一半的多數 我對這個一直都很confusing I'm very confused but now I kind of 很模糊的戰況 你剛才講到邏輯上 Rationally Rationally 我們為的是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23 million people 在台灣 或者是個台灣人民 23萬人民的負責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說 在台灣的民調 大部分人 我們同意是支持 維持現狀 好 既然我們 大部分人維持現狀 所以你這是 你這一群小部分人 Wanna do this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aiwan What does it bring for us accept the cost OK I don't understand I'm not saying it's not 同樣的 如果說台灣下有一群人說 You know what 我這是統一 越是少數的嘛對不對 天天在示威 要做中國的一審 那就是叛國嗎 那是叛國對不對 那現在這一群也是在叛國嗎 I'm confused because we are a sovereign state We are a sovereign state 馬建有很多conference 我們在休息一下 大家再來討論 我們現在是一個多年的國家 我們廣告休息一下 好